少子化不只影响学校经营 现在联邦学生煮营养午餐的厨工都大受冲击 高雄市政府规定营养午餐费用用在人事的部分 不得超过15% 结果一些学生人数少的小学校 厨工每个月的薪水变得越来越少 甚至时薪还不到60块钱 教育团体和厨工今天出面抨击教育局变相减薪 而教育局则表示将会了解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 也保证一定会改善到符合牢基法 穿上工作服 除工早上七点半就到校处理食材 准备中午的营养午餐 到下午两点才下班 他们任职于学校人数超过五百人的大学校 工作量庞大 但每个月薪资却不到牢基法规定的基本工资 有这样两千块了 本来是一万九千多嘛 现在又少了 变成两个人做 而且又少两千块 其实他们曾经月薪两万七千元 在县市合并以后 高重市教育局更改规定 要求营养午餐的人事支出 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 现在他们得多兼一份工作弥补收入 你要给我多少又给我多少 这样就觉得很大加速工吗 已经做了十几年都 都没有公平的待遇嘛 小校的话很凄惨 甚至时薪算下来不满六十块 教育产业工会表示 高重市学校在学生不足 一百七十八人的情况下 薪资上限都达不到基本工资 而这些学校多达六十八所 已经明显违法 教育局则澄清 订定该规定时确实有要求 不论以日薪或时薪剂 都必须要符合牢基法 教育局表示人员聘雇和薪资 都是由学校自行办理 学校则说碍于规定 无法给厨工更多的薪水 究竟哪个环节出问题 教育局同意在调查 并且修正到全数符合牢基法 记者 王志冲 孟刀全高雄报导 请订阅强 请订阅 请订阅 欢迎 谢谢大家